一年前,亚洲象群北上南归,引发全球网友通过图文、短视频、直播等方式云追象。 如今,这群亚洲象已归家一年,但在他们的家园、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,仍然有一群人不舍昼夜地追象、互相。 人员跟踪来确定落实亚洲象的数量和准确和健康状况,然后再通过无人机来远距离夜间热成像可见光,确保24小时可以准确地检测到亚洲象的总群、头数和健康状况。 近日,记者走进中国野生亚洲象的主要侵袭地云南普尔和西双版纳。 据了解,为避免人象冲突不断升级,当地聘用了亚洲象监测员,以人力和科技结合的方式监测象群,提前向村民发布预警。 在当地,监测员也被称为追象人、互象人,他们会一路追随大象的踪迹。 近日,一群野生亚洲象来到普尔市江城县康平镇曼克老村附近活动。 亚洲象监测员刁发星未盯住象群,头一天只睡了三个多小时。 一旦发现亚洲象将经过人类活动区域,监测员会通过微信群、手机APP等形式通知附近民众必然。 我们工作是不确定,有的时候24小时。 反正比起跟在象的后面,做到实时发布亚洲象的活动信息。 走到哪儿,我们都要发预警信息,通知当地的微信。 调发星本是一名火车司机。 出于对亚洲象的好奇,他在2016年成为一名亚洲象检测员。 在随后几年中,他迅速成长。 不仅对江城县的地图,亚洲象习性了如指掌,还熟练掌握无人机,亚洲象监测预警系统的使用。 在守护人类安全的同时,亚洲象监测员也在时刻监测着每一头亚洲象的健康状况,一旦发现异常,就会及时上报有关部门。 追向久了,监测员对活跃在春寨周围的象群都非常熟悉。 为了一个,因为我们这个日记信息发布,还这个我们金测员对美群象的这个情况了解,我们给他起了何些名字。 排牙,走断牙,就为了一次我们信息的发布和这个对象群的管理,我们金测员也是要做到对美群象的这个机构,还有这个习性,脾气都要了解。 亚洲象监测员是一个中日与危险相伴的职业,对于他们来说,寻找大象踪迹即是预警村民是职责,维护人像和谐是目的,保护大象也是保护人类自己。 这么多象生活在我们的地方,肯定也有这么只对的,然后老百姓就像每天早上他们就看着我们的信息,如果我们信息不发出以前,他是不敢去。 只要到他干活的附近,他就不能去,他都知道,他们都知道,所以我们责任很大。